长延期第十一周星期六 忧虑和牵挂 公读圣马窦福音第六章二十四到三十四节 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 他或是要恨这一个而爱那一个 或是依附这一个而亲户那一个 你们不能侍奉天主而又侍奉钱财 为此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你们的生命游离吃什么或喝什么 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游离穿什么 难道生命不是贵于食物 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 你们仰观天空的飞鸟 它们不播种也不收获 也不在粮仓里囤积 你们的天赋还是养活它们 你们不比它们更贵重吗 你们中谁能运用思虑 使自己的瘦数增加一种呢 关于衣服 你们又犹豫什么 你们观察一下天间的百合花 怎样生长 它们既不劳作也不仿直 可是我告诉你们 连萨罗曼在它极盛荣华时代 所皮带的也不如这些花动的衣朵 天里的野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投在炉中 天主尚且这样装饰 信德薄弱的人哪 何况你们呢 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 我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所寻求的 你们的天赋 愿晓得你们需要这一切 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果和他的义德 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 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的了 基督的福音 基督我们赞美你 主内亲爱的兄弟姊妹 大家好 我想对比其他的民族 咱们中华民族 是一个典型的忧虑和牵挂的民族 我不知道这样说是不是有点过 牵挂和忧虑 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 就像小孩子和成人对比 那小孩子是不会忧虑和牵挂的 那也说明他是小孩子 忧虑和牵挂说明人长大了 懂事了 明白不可再任性了 能承担了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看 忧虑和牵挂是好的 充满正能量 可是我们也知道 成熟这个词还有反面的意思 就是如果一个人太成熟 太聪明 太懂事 反而变成坏事 那意思说太牵挂 太忧虑了 那反而使我们的生命 包围在负面的情况下 那么今天的福音主 耶稣教导我们就是 如何以正确的态度 去面对忧虑和牵挂 也就是如何 使我们的忧虑和牵挂 变成积极和希望的 对人生充满正能量 咱们先看一下 忧患中出生的民族 无可否认 我们中国人是一个 生与忧患的民族 生与忧患 死与安乐 是我们中国文化意识的 一个主要的核心 也就是说这个造就了 中国人的深远文化 上者帝王将相 下到平民百姓 无疑不是在忧患中过来的 或许这就是农业民族 四季分明花开花谢 所孕育出下的这种 缜密思维和 未卜先知的警觉意识 我们从天象的变迁 观察时代的记号 比如从喜怒哀乐 看到风雨雷电 从悲欢离合 看到山崩地裂 也就是天下大变 改朝换代 我想世界上 很少有一个民族 有如此深的忧患 和牵挂 高度的文化发展 再配上咱们这个 世界上的这些 烂七八糟的事 天道无常 世事难料 民不聊生 战火连天 改朝换代 这一切 要想让这个民族 不忧虑 不牵挂 那真的难得很 一句话 民族是在忧患中出生的 可是咱们中国人的矛盾 也在于此 明明知道忧虑 也是白忧虑 牵挂更是白牵挂 可是一代 又一代的中国人 还是无法逃脱 这个忧患和牵挂的漩涡 咱们先看两首诗 这两首诗明显是表达 这种忧患的这个意识 有一个汉带的一个古诗十九首 生年不满百 常怀千岁忧 昼短苦夜长 何不禀诸油 为乐当机时 何能带来之 愚者爱惜肺 但为后世吃 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我们念 可能大家就听不明白了 这首诗其实是接近百话的 意思也前前易懂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人生苦短 那何必让忧患缠身呢 你在忧患苦夜 本来就够苦了 你还苦再忧患不更苦啊 人生应该及时行乐 不要等到明年 因为明年 谁知道要发生什么 我们不能左右的事 所以那些苦苦精英 不知享乐的人是傻子 我觉得这首诗啊 是老百姓 对帝王将相 对那些苦心精英的人的 一种嘲讽 这首诗应该是 汉乐府 也就是这个汉代 有些诗啊 是当时汉人 汉朝 他从这个民间老百姓 搜集的那些诗歌 民歌 所以说这个有时候 你说谁写的 可能老百姓累积的经验 或许说这首诗是 历经风雨后的老百姓 对人生的笑傲和慷慨 不过这种笑傲和慷慨 还不算真正的笑傲和慷慨 换句话说 理性慷慨了 心灵啊 还是在某种程度上 空暴着 什么意思 笑傲中充满苦涩 慷慨中布满泪化 也就是到头来 该忧虑的还忧虑 该牵挂的还牵挂 你说这种看开管用 不能说一点都不管用 它是一种理性 对待忧患的一种看法 我们一会儿 还接着再看解释 那么咱们先看一下 这个忧患和牵挂 我们要对待它的问题 是什么 首先 这个矛盾 首先我们要说的是 如果你想彻底的 就是不忧患 不牵挂了 那是不可能的 比如说今天有人 找神父给他复复手吧 把他这个问题没了吧 给他做个祈祷吧 那不用再着急了 神父你给他复复手 把我那个儿子复好吧 那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有一点 其实有一种 就是说 有一点幼稚的信仰看法 这个幼稚就是 不愿意面对忧患 其实生命本身 就是忧虑和牵挂的生命 咱们人生来就是这样 用信仰的话说 忧患和牵挂 是因为原罪 原罪后出生的我们 生来就是忧患和牵挂的 人生充满十字架 十字架就是忧患和牵挂 所以重要的不是去掉十字架 而是背弃十字架 耶稣说 谁如果不天天背弃十字架来 跟随我不配做我的门徒 这个背弃十字架来 其实它也是某种程度的 背弃忧患 背弃牵挂 不可能没有 咱们不从信仰的角度看 单从本性上看 及时行乐 对酒当歌 不负责任 那这或者是不成熟 或者是不算成熟的行为 不能成为人生活的主题曲 人生的主题曲还是柴米油盐 酱醋茶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也就是要面对忧患 悲起牵挂 在忧患和牵挂中 我们看到另外一种美 我现在说的是本性要看 比如咱们一个 每天要工作汗水的美 出河日当午 汗滴河下土 谁知潘中餐 历历皆辛苦 这是一个在辛勤汗水中的美 这个 其实这也是一种忧患 我们农民 其实你知道 真正的老百姓农民 他的忧患是不大的 他会享受忧患 比如说 每天在天地里工作 是很痛苦 但是他会享受呢 谁知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其实谁知潘中餐 历历皆辛苦 这是文人说的 老百姓其实不苦 老百姓在天地里工作 那是一种美 你看那个茶秧的歌呢 我记得在天间的工作 那是 所以你看有什么心情 去面对这个忧患 你比如说 战火连天 骨肉分离 它也是一种忧患 比如 清清喝盼草 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 素席蒙见之 咱就不完下面看这首诗 这首诗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在外的妻子 一个妻子怀念在外 从军的丈夫 始终充满忧患和牵挂 你想不让他忧患吗 那不可能 可是就在这忧患中 也构成了爱情思念的美丽画卷 你又说给他副歌手 就没有这个忧患 不可能 就是在忧患中 我们看到了这个美 那么丈夫当然 这诗的后面说 丈夫好像来了信给家里说 祝福家里说 上餐 上演 家餐饭 下演 唱响 其实就是天冷之乐 你记住 多吃点 少吃掉这个 多吃掉那个 那是忧患的 当然是 我记得小时候 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爸爸总是把好吃的 留给我们 他好像不吃菜 总把菜留给我们 其实那是一份牵挂 也是一份文心 咱们可以做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 当我们忧患 忧虑牵挂时 人生命中那份美丽的部分 如果我们抛弃了忧虑和牵挂 生命中美丽的部分就不见了 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是 以什么样的态度 去面对忧虑和忧患 什么态度 信的的态度 主耶稣面对忧患和态度 什么是信的态度 首先 基督徒不要像外邦人一样 忧患和牵挂 也就是说 你不要老忧患 外邦人所说的那些 功名利禄 衣食住行 这个吃吃点喝点 外邦人之所以忧患 因为没有信的之光的照耀 没有信的之光的照耀 就是看不见明天 因为就世界上这点事 所以不得不在 吃喝玩乐 衣食住行上忧患 那么解除这个忧患 是信的 什么信的呢 就是上面上升 我们的本性要上升 本性的智慧 以信的的智慧 应该不矛盾的 就是我们今天上面 所列举了这个 两首古诗的意思 就是说 其实诗比历史还真实 亚利斯多德说的 咱们延伸这一句话 可以这样说 诗比生命更真实 因为诗把生命的意义 说出来 特别是老百姓 最朴实 纯真的诗 他们的诗比文人的诗 更真实 因为更接近生命 我的意思是说 有些人虽然活着 未必知道为什么活着 诗就是 人家把生命活好的 说出来的 那什么是最活好的生命 信的的生命 因为信的是寻找生命的真谛 信的不是说 光我信了 信的得点这个 得点那个 得点这个 其实那就是信的最肤浅的 真正的信的是什么 明白 生从何来 死往何去 人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才是信的之光的照耀 那么最后呢 什么是信的之光的照耀 我不想多解释 因为我觉得 耶稣今天的福音 就像诗也那么美 咱们就让诗本身 发挥他的力量 我们听 不要为你们的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为你们的身体忧虑 穿什么 难道生命不是贵于食物 身体不是贵于衣服吗 你们仰观天空的飞鸟 它们不播种 也不收荷 也不在粮仓里囤积 你们的天赋 还是养活它们 你们不比它们更贵重吗 你们谁能用思虑 使自己的瘦数增加一种呢 观影衣服 你们又忧虑什么 你们观察天界的百合 怎样生长 它们既不劳作 也不仿植 可是我告诉你们 连萨罗曼在极圣荣花时代 所皮带的 也不露这些花中的异朵 天天的野草 今天还在 明天就投入炉中 天中尚且这样装饰 信得薄弱的人 何况你们呢 所以你们不要忧虑说 我们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因为这一切都是外邦人 所寻求的 你们的天赋 愿知道你们需要这一切 你们该先寻求天主的国 和他的义等 这一切都会加给你们 多么美丽的诗 所以我就让诗自己解释 耶稣在最后一句说 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苦足够一天受了 我最后要说的是 诗不在于词语的华丽 而在于他说出了生命的真谛 那么耶稣用这话 给我们带来了一个 更高的超性的生命 以信的面对忧虑